中老年人的五封信,每一封都说到咱们的心坎里。 看完心里特别温暖,快发给朋友们供赏。 第一封信,写给珍惜。 亲爱的朋友,有没有发现年龄越大,离开的亲人就越多? 生命无常,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。 我们唯有珍惜生命,努力地活着,善待家人、亲戚和朋友。 人生本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,所有的相遇都不是必然。 如果有幸结伴同行一段,那是需要珍惜的幸运。 第二封信,写给心态。 亲爱的朋友,过好自己的生活,随别人怎么说。 镜子脏的时候,你不会误以为是自己的脸脏了。 别人随口一说的,不中听的话,为什么要觉得是自己的不是呢? 要知道,你又不是人民币,怎么可能让人人都喜欢你呢? 红尘声音吵杂,很多喧嚣,本来就与你毫无瓜葛。 第三封信,写给健康。 亲爱的朋友,无论多忙,都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 你已不再年轻,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。 上有老,下有小,如果你有什么事,谁来替你分担? 身体好,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,才能享受快乐的生活,才能更好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钱是挣不完的,多久多花点,少就少花点,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 第四封信,写给糊涂。 亲爱的朋友,人活在世,不需要急,也不要太硬。 学会柔软,学会不动声色,在安静中,才能显示人品的高贵,享受世界的美好。 有的时候,你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,但是你要知道,你永远也猜透不了人心。 社会残酷,世事繁杂,总有你想象不到的事物存在。 学会谦虚,活到老,学到老,人这一辈子,看不完,想不完,唯有淡然。 谦虚是美德,装糊涂,是智慧。 第五封信,写给看开。 亲爱的朋友,人生在世,什么也迈不来健康和快乐。 看淡一切,看开一切,但到极致就是绝美,看开了就是新的世界。 不忘清扫内心的尘埃,生活就是只遵从内心的想法。 快乐一天是一天,人最终的归宿还是自己。 孰清孰重,冷暖自知,眼内有尘三界窄,心头无视,一床宽。 我们纠结了大半辈子,烦闷了大半辈子,辛苦了大半辈子,却一直腾不出时间来爱自己,空不出双手来拥抱自己。 以后的日子不多了,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太珍贵了。 所以呀,老铁们,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,善待身边的朋友和亲人,开开心心过好你的余生。 看完真感动,这样美好的五封信,光自己看太可惜了,快分享传递给家人和朋友们吧,他们看完都会感谢你的。